偷窥狂跟踪女网红,却看到她暴毙家中,为了流量,网红到底有多不择手段? 大家好,我是小巫,今天跟大家唠一发韩国惊悚悬疑电影《她死了》 大力是个房产中介,她有个癖好,喜欢偷窥别人的生活,经常利用职业便利,潜入客户家中翻看客户东西 每次都拿一个不起耳的小物件,带回她的秘密仓库留念 一天,网红小花闯入了她的视线,她嘴里吃着烤肠,却在网上po了一张素食照片 配文用素食保护动物,这个举动勾起了大力极大的兴趣 小花有二十几万粉丝,以前晒logo,晒车,晒场合,俗称炫富 后来画风突然就变了,开始做工艺,保护动物 大力这个好奇啊,说啥要进入小花的房子 电影里看过的高科技全都用上了也没进去 直到有一天,小花来到了大力公司,她要转租自己的房子,还留下了房卡 Oh my God,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大力开心的要上天,当晚就潜入了小花家 屋里屋外看个遍,挑个小东西留纪念 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自然 又是适合偷窥的一天,大力乐呵的奔向了小花家 一进门,她惊呆了,小花的尸体赫然在目,她死了 大力想报警,但自己也不干净 惊恐之下夺门而出,开始制造不在场证明 带俩客户一起去看房,大家一起发现尸体,是不是就稳妥了 然而,尸体不见了,家里一尘不染,大力原地蒙圈 四天后,她收到一个红色信封,里面写着是你吧 附带尸体照片和大力潜入小花家的照片 完了,她成凶手了 这时,殡仪馆打来电话,丽妈的灵位被砸,骨灰坛被撬 大力和丽妈的合影被撕毁,什么仇,什么恨呢 大力一向笑脸扬人,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得罪过什么人 几天后,小花的闺蜜报警称小花失踪了 女警官查到她最后的活动轨迹就是房产中介 于是乎找到了大力,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要了小花家的房卡 大力慌得一批,偷偷跟踪女警 就在小花家的沙发下,女警发现了血迹,案件立马生了急 大力这心都快蹦出来了,为了不背杀人的锅,她决定自己找出真相 翻看了小花的所有视频,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攻击她 说她私吞善款,凹人设,假慈善 而这个人就是去报警的小花的闺蜜 大力查到了闺蜜的住处,直接潜入了她家 在那里她看到了红色信封,又发现闺蜜跟一个昵称为1984的人有联系 她是小花的脑残粉,在所有小花拍过照的地方拍照 在所有小花的视频下留言,甚至说过要跟小花一起死 莫非是闺蜜和1984一起杀了小花 大力心事重重回到家,没想到有人潜入了她家 她被两个戴头盔的人袭击了 打斗中一个人掉了头盔,正是1984 大力拼死逃出去报了警 女警跟她回了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1984吊死在大力的客厅里 现场还留下了一个红色信封 里面是一张大力和1984的合影 以及她潜入小花家的照片 这悬疑的也太悬疑了 大力脑瓜子猛猛的,她根本不认识1984 可现在却背上了谋杀小花和1984的罪名 女警正准备逮捕她 大力一激动,袭警拒捕逃跑了 罪名又多了俩 接下来她决定从1984入手 查到了她的住处 在那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是丽妈灵魏的位置 大力仿佛明白了什么,赶紧去了殡仪馆 果然丽妈的骨灰坛里藏着KO小花的凶器 大力愤怒了,认定是闺蜜干的 直接闯进了她家 然而不是你以为的你以为就是你以为 原来1984一开始是闺蜜的闹材粉 跟踪了她几个月 闺蜜不堪骚扰就把她推给了小花 而她在网上骂小花也是小花花钱雇她骂的 为什么嘞,为了流量啊 小花凹的是天使人设 装可怜半柔弱 被骂的越多,粉丝长得就越快 那个红色信封就是每次小花给闺蜜送钱时使用的 剧情开始反转了 大力也算是开了眼了 原来一切都是小花自导自演的 小花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善良 她曾经为了钱把亲弟弟卖了 家人跟她断绝了关系 从此她成了一名女技师 咱点钱动动脸 在美容院拍了一张照片 PO到了网上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照片背景是现雪活动海报 网友误以为她去现雪 夸她心灵美丽 小花的灵感唰就上来了 从此开始凹天使人设 没有事件就制造事件 先把小动物弄伤残 再流着眼泪直播救助 借此仇善款 你多损啊 大把大把的善款揣进了她自己的口袋 直到大力的出现 一切都改变了 小花发现了她在跟踪自己 她那些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如果被她看到了怎么办 不止私吞善款 她还有更大的秘密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干掉大力 于是乎小花开始反跟踪 大力家殡仪馆还有仓库 她掌握了大力的所有秘密 最后把房卡交给她 大力以为得逞了 其实她是入坑了 小花的计划一个人很难完成 所以她需要一个助手 一个死心塌地指哪打哪的助手 她找到了1984 算准了大力哪天会去她家 小花假装被杀 为了逼真 她放了自己的血布置现场 这娘们是个狠人啊 在大力落荒而逃之后 她拍下了自己的尸体照片 不行不行 这张太胖了 重来重来 还故意流下一滴血 方便警方发现 再让1984把自制的凶器 放进丽妈的骨灰坛 偷了大力的照片 披成跟1984的合影 一切按照她的计划顺利进行 当初本打算潜入大力家 吊死她伪造成自杀 自己则作为被她绑架的受害人 被警方发现多么完美的计划 可万万没想到 那晚大力逃跑了 还看到了1984的样子 无奈启动Plan B 吊死了1984 之后小花报警 给了警方大力仓库的地址 再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用铁链把自己锁在仓库 等大力过来 他扑上去跟他殊死搏斗 又是一个完美受害人的形象 这一次被警方逮了个正招 小花被解救 大力以绑架囚禁小花 以及谋杀1984的罪名被抓 就算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一激动他又逃跑了 一群警察难不住一个嫌疑犯吗 但女警就总觉得哪里不对 整个案件bug满天飞 他要求进一步调查 从小花的过去开始 这么巧跟他最亲近的女技师 慧兰去年失踪了 这让他想起了一宗KTV公主失踪案 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此时的小花已经被送进了医院 带伤直播泪流满面 网友同情的咔咔打赏 大力则被通缉曝光 遭到了全网网报不敢见天日 走投无路他联系了女警 承认了自己潜入客户家中 以及跟踪小花的罪行 但是跟踪小花的这段时间里 他还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小花在做女技师时 结识了另一个女技师 俩人成了朋友 可在他成为网红赚了钱之后 这位朋友就不怎么朋友了 他威胁小花要把他做女技师的事情曝光 以抢小花的钱 最终小花痛下杀手KO了他 他就是失踪的KTV公主慧兰 想给小花定罪 必须让他亲口承认才行 女警联手大力又开始了一个计划 几天后小花出院回了家 他也收到了一个红色信封 这幅画属实很有意境 后面写着来1984家拿照片 小花这才反应过来 大力手里还有他假死的照片呢 选好武器 换了身皮肤就奔向了1984家 大力独自等着他 来吧老妹儿 唠唠吧 唠你妈呀 大力又栽了 小花封上了窗户 准备再伪造一个大力烧炭自杀的现场 可大力就算一直被绑着 也一直在引导小花认罪 眼睛不断的看向一个地方 大哥你还能再明显点吧 果然被小花发现了 他安装了摄像头 手段幼稚的呀 小花没憋住 笑的好大声 这时大力放了大招 其实他已经跟踪小花一年了 目击了他KO惠兰 埋石树林的全过程 听到这小花破防了 烧炭都来不及了 亲手弄死大力才能解恨 但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在大力提供的埋石地点 找到了惠兰的尸体 以及各种被小花虐杀的小动物 关键时刻赶回来救了大力一命 小花现场被抓 这回整不了事了 大力也服了法 小花一激动 老年活不了 谁也别想好 挣脱警察去抠大力眼珠子 不是这警察是谁也难不住吗 一年后小花在狱中接受了采访 滔滔不绝谈着他这一年来误出的人性 可记者的问题却是 你在监狱里是如何保持身材的 多么可笑 多么讽刺 大力假释出了狱 因为小花盘了他的眼珠子 而戴上了眼镜 再也不偷窥别人的隐私了 因为大力并不是受害者 他也是个跟踪狂罪犯 当初并不是在帮助他 而是作为一个警察 做了该做的事情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脑细胞死一片 想起了那句话 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片中除了女警 其他人全员恶人 扒光了网红经济和人性之恶 每个人遭抱怨的时候 小吴都想大喊一声 该哦 好了 今天的他死了就落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敬请大力关注物语社 咱们下期再见